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上周末将巴厘岛上阿贡火山的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级 表示这座火山可能即将喷发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布声明 提醒中国游客切勿前往阿贡火山周围进行任何登山活动 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抗灾中心发布声明 提醒人们避免在以阿贡火山火山口为中心 半径9公里的区域内活动 一名国家抗灾署官员23号说 政府部门已将阿贡火山周边村庄的1.13万居民 疏散至体育中心等安全区域 截至目前巴厘岛 伍拉来国际机场仍在正常运转 游客在火山警戒区域外的区域活动没有受到影响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布声明 提醒各位中国游客密切关注旅游提醒 注意自身安全 近期切勿前往阿贡火山周围进行任何登山活动 阿贡火山海拔3142米为巴厘岛最高峰 阿贡火山喷发周期约为50年 最近一次强烈喷发发生于1963年造成1000多人死亡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